巴黎奥运开幕里部分 思想超前的表演内容 引发各界批评声浪 开幕仪式超过一个星期后 范蒂冈罕罕见发表声明 谴责开幕仪式 用变装皇后细访达文西经典作品 《最后的晚餐》 认为这些内容冒犯教徒 范蒂冈身表悲痛 范蒂冈星期六晚上 在一份法语声明中指出 罗马教廷对开幕式上的某些场景 感到难过 更指奥运开幕里 作为一个全球聚集 分享价值观的重要活动中 不应该有荒谬的宗教典故 巴黎奥组委新闻发言人 在争议爆发后表示 无意对任何宗教团体不敬 如果有人觉得被冒犯 他们真的很抱歉 幕后艺术总监表示 相关短剧的灵感 并非来自基督教的最后的晚餐 而是和奥林匹斯诸神 有关的异教盛宴 范蒂冈表示 人人都有言论自由 但限度在于尊重他人